Punny聊护理是一个专访护理人的podcast 会邀请不同特别的护理师 分享多元面向的护理工作 Punny聊护理陪你聊聊护理 我们节目里见啰 哈喽 欢迎你收听Punny聊护理第42集节目 我是主持人Punny 在第39集40集的节目呢 Ravina和我们分享加拿大与台湾的安宁聊护工作 今天我们再次邀请到Ravina 来聊一聊成为加拿大RN的心路历程 其实要到国外当护理人员 真的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也需要花很多的心力 以及充满勇气 从提升英文能力 办理身份 转照经验 找工作 面试 加拿大文化 以及薪资福利等等 Ravina都在节目中不尝试的和我们分享 内容非常的精彩 时数呢 也是屡创新高 经过Instagram的听众们投票 这次呢 我们会分成上 中 下 三集节目 每一集大概是30到40分钟 那大家可以趁着过年 228廉价来收听 如果呢 想要看本集节目的防纲 以及时间轴 欢迎在网址上面收入 punilive.com 斜线 加拿大RN 拼法是 punilife.com 斜线 加拿大RN 也在这边邀请你订阅我们的音频节目 追踪PUNI聊户里的Instagram 就能够得到第一首节目的资讯哦 下星期就是农历新年 PUNI祝大家新年快乐 牛年事事顺利 事事顺心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本集的节目吧 哈喽Ramina你好 欢迎你再次来到PUNI聊户里的节目当中 那因为上次跟我们分享了很精彩的 就是加拿大的安宁聊户 以及台湾安宁聊户的工作分享 那今天呢 特别邀请到Ramina 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加拿大护理师工作的分享 那我们来欢迎Ramina 耶 我自己自带掌声哦 大家好 今天就是第二次来到 那个PUNI聊户里的节目 我是Ramina 然后我是一位就是 从台湾度来的护理人员 我在台湾是四年的安宁聊户护理师 然后到了加拿大 那现在走过了不同的阶段的 安宁聊户也在加拿大的部分 那目前是安宁聊户中心的 算是护理长这样子的工作 那因为上次没有访问到这一题 那想说再次来问一下Ramina 你为什么会想要当护理人员呢 其实当护理人员是从小以来的梦想之一 那上一次有机会跟PUNI聊过说 就是为什么护理人员这个事情 有点吸引我 一方面是因为我爷爷的过去经验 就是我爷爷就是在我十几岁的时候 那个事情 但其实我从小我就一直觉得 你知道小时候我是那个小学的时候 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保健室 我就觉得那个保健室的阿姨啊 超神奇 就是你知道不管小朋友 是干嘛哭哭咧咧咧的进到他的保健室里面 然后或者是受伤或什么的 然后呢经过一连串的疗程 就发现小朋友就乖了 出去就好了这样 我就觉得好像做这件事情还蛮有趣的 但我后来也发现说保健室阿姨还蛮凉的 然后我就觉得也许以后这户人员好像也不错 不过当然这是一开始 就是其实对医学相关的东西 医护相关的东西其实就有兴趣 就小时候我就发现这件事情 那看书的时候也会觉得对这件事情有兴趣 加上后续就是我祖父就是我爷爷他的就是这个旧医的经历在上一集我分享过的一个故事 所以后来我就发现其实做护理人员是我应该算是人生中的很重要的目标 那因为我那时候数学不太好那高中的时候数学常常就是考量分数很低 所以就觉得有一个科别就是你知道吗 也不用念太多的数学 而且我一起如果你要念医学系 我就觉得我好像没有这个能耐 然后我因为数学不好就更不要提微积分什么的 然后我就发现 护理人员刚好他不用念那个微积分 就是再也就是真的是天作之合的一个一个你知道吗一个职业 所以后来当晚就念了呼气这样 嗯就是想要问一下那你为什么之后会到加拿大呢 嗯其实这个故事也是有一点有点有趣的事情 就是我小的不才在我念大学的时候交了一个男朋友 那这个男朋友呢就是加拿大籍的人 就是他是台湾人其实 然后也是加拿大籍 那也就是小的不才的老公现在 就现在的老公这样 然后这个男友呢 基本上那时候呢 我知道就是说他之后就是毕业之后 就要回到加拿大来 就是上班或是什么 就是有曾经有提过这个方向目标 念书啊或者在这边就业 嗯那到后来我结婚了以后 嗯中间那坡坡泽泽啊就不讲 那结婚以后先生就觉得说 如果可以回到加拿大来发展 也许会比在台湾发展好 因为那时候我在台湾工作差不多快四年了 嗯那你知道台湾的工作环境 嗯比较血汗一点 那台湾的 就是各大工作医院的 那个场合工作的环境 通常比较血汗 你觉得说over time啊 你常常就是要超时上班啊 那我刚开始说 就是在那个安宁療户单位的时候 我后来算过 其实我平均上班时速 一天都要差不多12到14小时 就真的是很血汗 对 你只有时间回家休息 然后隔天又要上班这样 然后周末当然你可能 该放假你还是放假啦 但是整个薪水也是很有限 然后那时候我的年薪就是不破60 因为我在那个 我在的那个单位 基本上没有什么特殊假期 然后我也没什么年终 年终可能一个月吧 所以其实真的 薪水就是乏善可乘 我真的觉得也是蛮可怜的 所以我后来当然就决定说 如果可以的话 然后我老公正好也想回加拿大 就是努力看看 那所以他先回来以后 然后就让我过来 当然也是求了半天啊 然后我就 就到加拿大来 那其实这个历程就跟很多人的状况 是有点不太一样 我是有点半推半就 就是不是说非来不可 但很多人我知道他是有梦想 他觉得台湾完全不好 想要出来试试看 但是很多人是有身份的问题 就是其实在国外工作啊 现在最重要的关键就是身份 因为不管你是去美国 加拿大或者是澳洲 或者是英国 其实为什么你会很少听到 人家说什么去英国 有些人他去英国去念书 可是他很难拿到英国的身份留下来 因为英国对移民政策 他是相对的不开放 所以他其实待遇在很多你 即使在那边念书或什么的 除非你真的嫁到一个 就是你有办法走他的移民路线 那不然的话你很难留在英国 拿到身份 然后在那边继续生活跟工作 就他有对他这个相关移民的过程 是相对严格的 那你可能觉得现在美国 可能他相对的就比较开放 就是你常常会听到 那他就美国当护士啊 可是你要想的是 第一个美国这么多走 好美国很大 那很大的另外一个状况是 他人口也非常多 所以他在医疗系统的需求上 他其实就跟其他国家比较不一样 那加拿大也是类似 就是你知道我们就是跟美国是邻居嘛 那我们就在美国的北边 那我们两个国家最大的差别 一个就是我们 第一个是地广人息 就我们其实没有像美国一样这么多州 可是我们的地也不小 跟他们比起来 那我们人口其实比美国少很多 那在移民政策上面 其实我们跟美国相对来讲 都是还蛮开放的一个态度 当然因为美国他们就是太多移民人口的关系 所以大家都会觉得去美国好像很容易啊 然后要求比较低啊 或者是就是也是有要求 不是没有要求 但是好像因为去的人比较多 感觉资讯有比较多 那来加拿大的人就比较少 那可能就觉得好像加拿大就比较不容易 那确实其实不管你是去哪个国家 他都有相对应的移民的政策的要求 所以有的时候移民这件事情 就是后到后来来讲 你如果想要到国外当护理人员 其实重要的另外一件事情是 你想去的国家的移民政策是什么 因为大部分很多护理人员 他想要到国外工作 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 就是你想要留在一个异国 就是不是你原来的国家工作 你必须要有相对应的 举个来说身份 那他可以是工作签证 他也可以是一个移民身份 举个来说像美国 你最常听到像绿卡 那在加拿大也有相对应的名称 叫做枫叶卡 那就是永久居民的身份 那你必须要可能符合一定的程度 或者是一定的年限 待在该国 然后使用这个身份 那你可能可以升级成 就是他们的公民 只要说美国公民 加拿大公民 这样这个概念 那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说 如果你想要出来 就是当护理人员的朋友 其实要想的另外一件事情 不是那么单纯 就是出来就好了 或者是出来当护理人员 好像就就是我终极的目想 其实要换个角度 想因为没有一个国家 真的能够长期的去害 雇佣一个没有身份的人 所以也许很多人会说 那我到美国去试试看 然后我只要拿工作签证就好 然后可能弄两三年 我就想回台湾了 其实这个人有没有说很多 我不敢确定 因为毕竟我也很少听到 人家去美国 然后也不想留下来的 很多人都是很想留下来的 对不对 那在留下来这件事情上面 其实他需要很多的准备跟规划 所以这也是我在我自己部落格里面 常常会聊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要怎么留下来 其实会比你当初会觉得 怎么来这样的 大家做护理这件事情 一样的重要 而且应该更难 其实我觉得东西就是难 所有东西 你要从一个国家 跳到一个国家 其实都有它一定程度的难度 因为它的系统不一样 然后它的相对应的要求也不同 你说它特别难吗 应该说你必须要花时间 去了解这个国家的制度 然后来想办法融入这个地方的要求 然后来达到 你可能可以留在这边的一个条件 所以到国外当户人员 我不敢说说是很意外 但是其实也算是一个规划的事情 但即使是我有身份的状态下 我在转执照这件过程 这个过程 我也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差不多要三年 要三年 对 差不多三年 因为我光审核 当然我可能运气好或不好的关系 就是我光审核我的背景资料的东西 你知道国外真的不比 在台湾 台湾很多东西效率真的好 真的吗 效率的问题真的差很多 我跟你讲台湾的 你说7-11到处都有 对不对 这种东西 我在这边可能很久没看到 一家7-11 当然不同国家 你说美国跟加拿大不太能比 可是你看它在审核我的一个过程 我就花了将近一年半 我在这边要就学 因为加拿大在放一个护理人员 下去工作之前 你要先注册 那注册的条件 像我在的这个安大略省 其实安大略省 就我所知加拿大这么大 基本上安大略省就占了很大一个人口区块 就大概一千多万人在这里 听到加拿大通常想到两个地方 一个就是温哥华 一个就是多伦多 那多伦多基本上是北美第四大都市 就我们其实并不比人家小 就是基本上是个很大的城市 所以安大略省基本上它是一个 就是需求很高的单位 就是很医护相关需求很高的地方 那每家有一个很大的差别 我不知道很多人知道 但是也有很多人可能 我可以提醒一下大家 就是美国不是公医治 美国是就是你必须 主要说你看个医生 你可能就倾家当产 如果你没有医疗保险的状况 我大伯曾经就是太太小朋友 去看医生 我小姿子那个时候 她就是因为气喘的关系 好然后感冒了 然后气喘了 然后呢送去看医生 送去看医生了以后呢 医生说 第一个医生说 哎不行不行 这个可能要先去送去 就是医院 就是可能要吸点氧气 或什么的 然后就叫我救护者 送到第一家医院 第一家医院送进去 他说 这个小朋友的 我没有办法看 你可能要去第二家医院 就送到第二家医院去 第二家医院收到他以后 说哎呀 这个小朋友 可能需要那个氧气治疗 那在那个病房里面住一天 然后住了那个 O210 就是用氧气障 有没有 然后呢 又开了一些喷剂 住了一天回家 你知道他花了多少钱 十几万 台币 当然你用 折台币算 就是基本上是添加 他我记得没错 他说花了美金 差不多一万多块 其实折台币是三十几万 三十几万 一天 就是这样子 就是折 所以差不多一天多 就是包括你从第一次就诊 两个救护车 跟就是你在医院 就是住一天 然后相关的费用等等 这样全部加起来 美金去了一万多 当然他因为有医疗保险的关系 所以他只付了 好像那年最高额度 差不多八千 其他的部分就是 就是他的保险会帮他给付 这样子 那也是很多 对 就是你知道 这就是公医 就是在美国 很多贫富差距的问题 很多从而看不了医生 那在台湾 台湾是健保 所以台湾比较 台湾的健保 基本上也是世界知名 这个我们大概都很 很骄傲的一件事情 但就是加拿大 其实也是公医制度 就是我们 像我如果说今天我受伤 我是有这边有身份的居民 那我其实我有我的健康卡 就像健保卡这样 我进去急诊 我是不用带钱保的 我只要带我的健保卡 进去急诊 一趟出来 我是一毛钱不付的 住院 像我生小孩也是 我生小孩的时候 在这边生小孩的时候 我是 我付产嘛 我从住院到出来 我要付的费用 是我的就是健保房 加加变成单人房的价钱 但是那个是保险公司 直接帮我cover 我也有私人保险的部分 否则我进到出 一毛钱不用付 我也不用担心 我要带信用卡这件事情 就只要带着健保卡 就是健保卡进跟出 就可以了 所以它有它相对的好处 就是我们相较于美国来讲 加拿大是公医制 就是如果说你生病了 你是不用担心 因为你没有钱 所以你就看不了医生 那这是我觉得 加拿大比较美好的地方 那当然相对应来讲 跟台湾比起来公医制的话 加拿大的最大问题就是慢 那就是很多事情很慢 就是我们的效率真的不好 因为这么多的人 然后又是公医制 然后就是你要怎么去消化 就是一定程度的人数 所以很多事情 有时候就会比较拖 那当然很多东西 我们也是会看轻重缓急 就是如果说你今天出了车祸 那个trauma的就是急重赏 那当然我们也是有 相对应的就是急救的团队 像我我知道 像我以前工作的那个 Sonic Broker就是心理医院 我们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 创伤医学中心 那我们的停机品就有两个 那就是如果说你是那种 大重伤的病人 你就是从别的城市 从来是可以用救护 就是救护直升机 从就是别的地方把它送过来的 那这个东西 据我所知 如果是紧急状况 他也不太收费 但是如果说非紧急状况 你要搭送救护飞机 那他就会要收一定程度的费用 对 再跳回来讲 就是说 如果说是每家相对应的不同 就是说 那我们不用担心费用的问题 可是相对来讲 跟台湾比起来 我们的医疗相对应 就没有这么方便跟普及 像我这边 如果要看专科医生 我就必须要经过 加一转诊 就一定要从加一科 就是我们平常 通常是每一个家庭 通常要有去找 就是你的新移民 或是什么来 你通常会要去找 谁是你的家庭医生 所以如果你知道 有什么问题 家庭医生是你第一个关卡 去转其他的科别 专科是不会直接 看一般的病人 那像台湾就很方便 你如果说觉得 皮肤的问题 就是看皮肤课 你就常会有问题 你就看常会课 你去看心脏课 你就去看心脏课 对不对 你就可以自己 挂你自己想要看的课别 所以加一课相对来讲 好像就比较没落 但在国外 其实就是像 尤其像在我们 就是这样的这里 它都是从 从加一开始 那再跳回来 就是说当在边的 护理人员的时候 这要过 申请的过程 它真的就是很好时 那我花了一年半 总申请以后 好不容易有一封信下来 那这个信下来 其实对我很重要的作用 就是说 我可以拿着这封信 回去学校 那学校可以给我什么呢 通常可以给我两件事情 一个事情就是 加拿大的经验 我们常常会说 local experience 或者是Canadian experience 当我在加拿大的时候 你想你这么多移民 如果你从别的国家来 你没有在加拿大 任何学习或工作的经验 你不会知道说 今天你到底能不能了解 加拿大工作的系统 长什么样子 你可以把台湾的习惯带过来 你可以把印度的习惯带过来 你可以把菲律宾的习惯带过来 把中国的习惯带过来 但是这些东西 是不是符合加拿大 对于护理人的要求呢 那我相信很多人 就没有办法去了解 就是说 我hire你 我的聘用你 然后你完全没有本地背景 我就敢这么光明真 拿着聘雇你 你知道吗 即使你有身份 我可能还是会了解说 如果你即使在学校有去某个医院实习的经验 或是你有在什么单位 就是做过学生实习 因为我就至少觉得说 那你大概了解 而且你毕业了 对不对 你拿那个 所以我们讲local experience 非常重要 那另外一件事 你就注册的时候 我在注册护理师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要求 叫做safe practice 就是你必须要安全职业 那怎么样证明你安全职业 就是你通过实习 然后你毕业 因为实习是一个有人监督你的状态 如果你做的不好 或者是你没有办法完成标准 基本上是毕不了业的 他需要这些临床实习的时数 来证明你 你有能力做safe practice 所以他在我的工作要求上面 他会要求 就来说像我们这边的申请人 就是在三年之内 你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 就是一定时数的工作经验 也就是说你离你上一份工作 不能离超过三年的时间 所以我后来申请完 不是就去了一年半吗 那我是不是只剩一年半 然后我因为我来之前 我就其实把工作给迟了 差不多半年的时间 那我其实拿到我的证书 我只剩一年 然后呢 我又因为我英文的关系 因为大家都知道医疗场域 其实对英文要求标准比较高 所以我英文那时候 牙齿考试的时候 也一直考不过标 那我们在我们这边注册标准是 你的牙齿平均一定要7 然后听力要7.5 所以我那时候也是写作 一直卡罐卡到最高只能 考到6.5 就是考不到7 然后 然后其他的东西 虽然达标准就是达不到 那但是好加在就是 Holy God 就是我可以用我的身份去 就是拿到这个审核信以后 我可以去参加一个 我们叫做Bridging Program 就是衔接课程 那因为我审核下来以后 我的身份其实已经符合 我们所说的 我们这边有个特别叫Elegibility 就是你的等同资格 这么说好了 就是你的学历 是等同于这边的RN的 大学毕业的资格 所以他给我的Elegibility 是我可以直接考RN考试 但是考试对我来说 不是大问题 因为台湾很会考试 有时候就像补习班 你去考NKS什么东西 你可以补习 可以干嘛干嘛准备的 考过就好 OK 但是你在职业之前 就是你注册之前 他要求你英文要达标 以及要求你什么东西 要达什么什么 反正总共有七项东西 在注册之前你要达成 所以你回学校的时候 那时候 其实如果你把那个课程完成 加分的东西就是 你把那个课程完成 他就认同你英文过关 因为你如果英文不过关 你也逼不了业 你也拿不了这个课程的 结业登书 所以后来我就决定 就是参加这个Bridging Program 因为我只剩一年的时间 要准备考试 我又要想要拿到实习经验 对不对 我又想要Local Experience 然后我又觉得 虽然它是一个投资 就是说我还是要花时间去念书 有些东西我已经念过 可是当这些东西全部转成英文的时候 对不对 然后它有不同的教导你的方式 所以我在一年半之后 就是我TOTO念的这个会轨 差不多一年半 包括十一门课程 然后加上两个实习 所以我在TOTO大概花了三年的时间 我才正式拿到我的RM License 就是注册的身份 开始可以找工作跟工作 对 这过程真的是还花蛮久的时间 对就是 而且很多的 其实我们很多的朋友 就是之前我认识很多学生 他或者是台湾的护理由于他想出来 最常碰到的问题 其实当然也还是留下来的这件事情 那当然我的状况不太一样 就是我一来 我其实就是有身份 因为我先生是加拿大籍 那我就是来以后 我已经申请一亲一名 所以我其实是有永久居民 就是枫叶卡的身份 所以我不用担心身份的问题 那也当然也因为这样 我可以参加所谓的Britzing Program 就是衔接课程 然后是政府会协助就是一部分的费用 所以其实我的那个课程全部上起来 其实total只花了我八千多块加币 就全部上完 差不多八千多块 那那个时候加币比台币 差不多一比二十八到三十 所以大概也是二十几万三十万这样子 可是相对来讲 如果你是国际学生 在这边想要念一个互体相关的课程 一个学期应该就要去你一两万 一两万加币 对 所以就是这个是差别 就是根据你的状况 一年或者是一个学期 基本上差不多 你就要准备大概一两万加币 是绝对跑不掉 那你更不要讲 你还有生活费 因为住宿费 加拿大这个大都市 基本上住宿费也是非常客观 住宿费 生活费 交通费 真的开销 所以其实如果真的要出来的 来我们加拿大的朋友 他其实确实要有一点准备 就是要有一点家底 要赚点钱 我那时候来的时候 其实真的一开始来就会发现 在加拿大花钱 速度就跟烧纸钱一样快 放下去就没有了 放下去就没有了 所以有很多东西 如果就是台湾的朋友 尤其医护人员 想要出来的状况下 其实要做不少准备 才会在这边过得比较舒服 但你要说过得多自在 就是也大概不容易 所以就是说 出来其实是一条不归路 我会觉得 就是你如果想要出来 当后理人员 他要花的时间跟精力 还有就是经济上面的支援 等等部分 其实是相当可观的 但是呢 相对来讲 我们的薪水也比较好 就是在跟在台湾比起来 我第一年开始工作的时候 在大医院 就是我们这边 就是刚刚我讲 上帝不可 它是我们这边 相对于台湾 就像台大北融 这样的存在 那在这样的单位 我们有工会的状况下 我的经验 在台湾经验有被认 所以我第一年进去 我的时薪就有 37块左右 一个小时 所以我年薪差不多 就已经 因为我是part time 就是我是先级人 我一开始 这边这系统 跟台湾又不一样 在台湾你很少听到 你可以做part time 通常进去是 服务台 对不对 从早操到完 写汉工厂嘛 你总不可能 但是在加拿大 你要一开始当服务台 是非常困难 通常就从part time 开始做 或者casual开始做 就是约步 就是有空才这样进来 就是不同的系统 那我的 第一年进来 我的年纪 就是时薪差不多 就37亿小时 那你知道 我们这边基本工资 基本上 那个时候刚进来 一个最低工资 是10块 还是11块而已 一个小时 所以相对于 你如果是个RN 是个护理人员 投资保守率 其实还蛮好的 大学毕业生的 基本工资也差不多 就是如果你是 完全没有经验的RN 你毕业出来 他也可以有30块左右 加币一个小时的加 你们的基本工资 还比我们的基本工资高 高很多 所以我其实那时候 我的年薪差不多 我算过 就是如果我用 用全职的方式来算 我的年薪是在台湾的三倍 汇率的关系 现在汇率比较不好 就没有这么高 我现在汇率这样算起来 大概只有剩2到2.5 但是那个时候 可以差不多2.5到3 就年薪 我第一年 就已经接近差不多 如果说用肤态的时速算 我第一年年薪 差不多就180-200 台湾 对 那我在台湾 那时候一年还不到60 你看那个差距 你有没有 那种感觉 那个差距真的是差很多的 对对对 那当然这是年薪的部分 但是就是说 刚刚我们讲 就是 如果你是审核出来 就是你是拿RN 那因为我们这边 有不同等级的护理人员嘛 还有一个阶级是RPN 就是在不同省份 可能叫不同名叫LPN 也可以 就是有点像我们 台湾差别 就是护士或者护理师 那RPN的跟我们的差别 就是说 他通常是两年大专文凭 毕业出来的护理人员 那护理师通常是要 大学4年的文凭出来的 就是学士学位出来的 才能做RN 那所以我运气好 我一开始审核的时候 我就拿到RN的Elegibility 就是我可以等同资格做RN 就没有去挣扎太多 要去当RPN这件事情 但是很多台湾来的护理人员 就是在审核过程中 可能因为CNO对于 就是我们这边的 就掌管护理人员这个机构 我们叫CNO College of Nurses of Ontario 就是安省的护理学会吧 这样翻译好了 那他对于每一个入门的要求 从不同的学历过来等等 因为你知道 他是一个审核 从世界各地来的护理人员的背景 然后能够能够fit 就是能够来符合加拿大 职业的标准的一个立方 所以他有很大的权利去告诉你 你符合或不符合 你需要补什么 你需要考试 还是要怎么样的 他就是一个机构 那也因为他收到的application 就是他的申请书 是从世界各地来 所以他花时间真的很长很长 也就是所以我会花了一年半 但是因为我2012年来的 然后我2012年的年终吧 还是2013年的年终的开始 他们就改制度了 所以后来我们现在来加拿大的人 全部是走另外一个申请模式 叫做NNS 就是他是全加拿大 第一关卡 就是你要来做护理人员 你要先送到这个NNS 他有叫National Nursing Assessment System 还是什么鬼东西 我没有记得这个名字 因为我没有走这个系统 那他是提官 那你先要把所有你的背景资料 全部送到他那里去 包括你的英文 还有包括你的学历背景 很多问卷 你要想办法把它填 然后让台湾帮你出英文的一些证明 包括你护理师证书要翻译 学位证书要翻译等等 然后送过去 然后他开始审 审完了以后就有一个局部的档案 然后你再来去想 因为加拿大有总共七个审 看你是想要去哪一个审工作 你再把你的档案 送到那个当地的学会 去做第二次的审核 也就是说来看看 你跟我这里标准差多少 所以如果像有些人 他比较想要去温哥华 就是西岸的部分 天气比较好 气候比较温和 离台湾比较近 对不对 那他去BC 他就要把他的application 送到BC省 那我们的那个地方叫卑斯省BC省 就是那个British 那个省的名字 那如果你是要来像我多伦多这样的地方 那你就送到安大略省 那当然如果你要去像Calgary 或者是其他的城市 就比较草原省的话 或者是比较冷的省 但是人比较少 然后成功率可能有时候比较高 但是就是你知道生活就不见得那么便利的状况 就是看你想去哪里 那你也可以试把你的application 送到那些省 根据你再送到那个省 再根据你的审核的结果 还有你插的东西 如果你能符合他省的注册标准 那你才能说 OK我今天注册成为RN了 那你才可以开始用RN的身份找工作 通常一个流程是这样子 那如果不符合RN 可能只有到那个 你刚刚说的就是像LPN这个阶段 就是要再去补学历之类的 他有几个方式去做的事情 就是其实因为我上一集 我曾经给你提 就是这样 那其实对于这个第二专长 或者是你想要走护理这件事情 其实不管你什么年纪 他都很支持 那从你从LPN去补 这个学历到RN的部分 其实他确实有不少学校 是有所谓的衔接课程 但是他花时间通常也是要差不多两三年 就是你把因为你看你念LPN通常是两年的学历 那个叫PN嘛 就是PN的护士这个大专的这个部分 通常是两年你就可以毕业 那你为了要补就是成RN的话 通常他要你先念一年衔接 然后再念两年的大学课程 对那有些单位是可以只念一年 然后再加一年 就是看每个地方的要求不太一样 要求不同 对对对 那如果说你本身只能拿到LPN 那就是LPN的身份 你还是可以职业只是薪水差很多 我那时候LPN就是我刚刚不讲 我失薪差不多 刚毕业生差不多有30嘛 那因为我在台湾今年有被认 所以才到37 可是如果说像那个LPN的话 他薪水大部分就是落在24到25中间 所以他的薪水相对来讲 就确实少一点 他也算少蛮多的 对但是其实因为在加拿大护理人员的 就是社会认同感很高 就人家听到你这护士都相对的尊敬 那像台湾 你在说护士 啊 真的 真的 这也很大 所以其实我觉得其实在加拿大护理人员 真的是还一个很不错的出路 那再加上因为我对安妮的护理人员一直很有热情嘛 那我就一直觉得我应该回我这个相对你的这个领域去工作 所以我确实我觉得我一直是还蛮受上帖庇佑 然后走的路还蛮顺遂的这样子 一直做自己很喜欢做的事情 所以我从2015我就是那个bridging program毕业出来之后 其实我几乎是马上就找到工作 那因为加拿大他的就业的环境是这样子 他对于hire就是聘用一个人 他的条件跟台湾的条件又不太一样 他虽然知道你是新毕业生 但他期待你要有一定程度的职业水准 因为你已经注册了 那他期待就是说你可能有一些东西你可能不守没有关系 可是你要有相对应的知识跟标准 所以基本上期待你就是一进去就能上手 不像台湾你刚毕业以后你进去第一年 你可能可以是小菜鸟半只小菜鸟一只 对不对 然后慢慢学长把手带着你 垫你垫到大 然后可能两个月三个月 对不对把你先垫起来 然后再让你慢慢慢慢独立去供应 慢慢独立 我到Sunny Brook的第一份工作那时候就已经进他的安宁病房 因为我之前就是安宁的经验 所以我那时候的Nustic Manager 就是直接让我就是我是直接申请他的PCU 就是Public Care Unit 所以他就hire我了 但那个过程也是可写可 就是一个可悲可气可写可累的故事 然后等下我们有机会讲 但是对就是进去以后我只有受到一个礼拜的讲股训练 就是公购 就是你知道医院中央中央中央告诉你他有什么丰工伟业 他的什么value mission 然后就是他的一些基本的关于员工的相关的要求 等等的 他差不多一个礼拜的训练 加上三个shadowing的班 就是三个带着你做事的班 一个白一个小一个小业一个大业 我在上一部那时候是八小时班 最终的可能我们就是三个班 就各一个 你就独立上线 就独立了 对 整个就是 你知道吗 我真的第一个工作 我真的是做的我就是比比错 因为真的是 没有这么好的准备 因为其实我去实习过 可是那个又不同的环境 然后真的直接第一天上线 而且我第一天上线就开始当听力的 这边的工作环境很有趣就是 他期待一个RM 本身就应该要有一些leadership 也就是所谓的领导能力的训练 因为你毕竟比RPM高一级 就是RM和RPM差别 就是你当然薪水有差到能力差别 工作的要求也差很多 所以他对RM的要求 像我刚开始 其实我刚进新单位 三个班独立以后 我第一个晚上我就开始做听力的 我心里想说 太夸张了 可能第一天就做听力的 我还不知道什么是什么 然后就叫我当听力的 但是他的听力的定义 也不是想的这么复杂 他其实就是说 有什么大事 就是报告给RM 然后去做幸福的报告跟处理 可是对一个新菜鸟来说 也确实是在那里很大 所以我刚开始的 那三个月到六个月 也确实水深火热 也是大洗礼 因为真的对于很多事情就是不懂 尤其又从第一个工作 然后真的自己开始进入职场 所以有很多很多的冲击 但是也确实因为这些冲击 我会发现 老娘就是这么命苦啊 就是总之要经过 就是层层的阿信的打击 然后才可以蜕变成一个 就是比较有机会成功 看起来比较你知道吗 人生终于藏入胜利滋味的一个阶段 那也就是因为这些过去的经验 其实也才能就是让我走到现在这个位置 非常谢谢你百忙之中抽空来收听 扑你聊护理广播节目 若是今天的节目有帮助到你 希望你能帮我在iTunes Store上面给星星评分 订阅我们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让我们的节目能够持续下去 再次献上最深的感谢 扑你聊护理 陪你聊聊护理 我们下次见咯